她是如何做到23岁月入4万美金 二 她填娜发现广告实在花了她太多钱了 于是她就转向社交媒体 她开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一开始没有人看她的视频 但是这个她没有气馁 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事情开头都是这样 需要付出时间 达成目标都会有一个过程 她填娜做YouTube的时候 每个视频都加了Wave Trainer的关键词 因为在YouTube 其实很少人会搜索Wave Trainer 所以别人只要需要 就找得到她 更重要的一点是 没有什么大品牌是在卖Wave Trainer的 只有她一个 所以这对她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她的频道有1.8瓦个跟随者 她的视频有40瓦个访客 与此同时 这些客户群都非常精准 而不是随机的一群人 关注她的都是一些 对Wave Trainer感兴趣的人 抓住客户需求 打造属于自己的爆款 她填娜在销售 Wave Trainer的初衷是 想要更多的人 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可能你会想 小小的一个Wave Trainer 怎么改变人生 那你可能就 小看了一个女人 对她身材的重视性 肚子上的小小坠肉 真的能磨灭掉她的自信 她的商业思路塔田娜 不仅在YouTube 建立了自己的粉丝群 她在自己的Fastbook 也建立了自己的粉丝群 她把在她店铺里面 购买过她产品的客户 都集中了起来 大家在里面 可以分享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使用体验 最终为什么她这个商业模式 能取得一定成就呢 其实是因为 她能给客户当免费的向导 知道他们怎么样 去正确使用产品 这本身就超出了 消费者的购买期待 PS 老娘只想买个产品 谁知道还送了个 免费的漂亮向导 还能帮我回答问题 完美 你需要知道 自己的精力有限 或者是团队结构 不要负担太多 例如你不要想着能做很多产品 这款产品做好了 你下个月再去想做其他的产品 当她填纳 在亚马逊的销售额 有41,000美金 一个月的时候 PS 她没有花任何广告费 仅仅只是做社交媒体引流 她毅然决然决定退出亚马逊 去开设自己的线上商店 为什么呢 她填纳说 虽然亚马逊有非常巨大的流量 也给我积累了一群客户群 但是 做亚马逊 真的是会焦虑到 你变成一个秃头少女 他们对买家非常好 但是对卖家 却又异常苛刻 我已经记不清 我有多少次 打电话给我的男票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要退出亚马逊 他们太荒唐了 有时候会发错货 而有时候会乱退款 她的光头帅气男票 很贴心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亚马逊发展太快了 所以很多基础设施跟不上 才会让卖家 有时候会感到失望 所以她填纳决定 为了自由 她要摆脱亚马逊 虽然很多客户 都真的非常喜欢 在亚马逊购买 因为很多客户 非常庆养亚马逊 购买起来也非常方便 最终的结果是 她在自己的网站 实现了三瓦四美金的月销售额 但是注意 塔田纳通过社交渠道 已经把自己的顾客群 转移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所以不是谁都能模仿的 虽然塔田纳开始她的 亚马逊之旅的时候 只是为了赚点生活费 后台她通过克服种种困难 例如产品禁售 例如服装类目尺寸太多 退货率太高的问题 一步步走出了 自己的运营方向 塔田纳给新手卖家的建议 NoE 出去学习课程真的很重要 亚马逊入门实战 虽然你可以自学 但是你真的会犯很多错误 信我 这个事情远比你想象中更复杂 像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去别的国家进货 我甚至都不知道 怎么去购物 所以我需要有经验的人 给我做指导 课程真的非常重要 NoE 如果你不想报课程 那你最好找个私教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也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简单 NoE 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害怕风险 其实你不必要投入太多的钱 我第一个产品只花了我300美金 第二个产品花了我500美金 第三个产品花了我1000美金 第一次进货 NoE 当你的事业在发展 你会变得越来越自由 你可以去掌控你自己的时间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Mardi认为 他能做成这件事的原因 在于第一 他生活在美国 他Focus的产品更为本土化 提高了他选品的成功率 第二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立刻想放弃 而是思考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 去解决问题 实在真的卡住 无法解决的时候 他会选择停下来 去思考自己的不足 和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第三 他相信自己 也敢去尝试 例如做Fastbook群组 例如开设YouTube频道 第四 他善于控制风险和成本 第五 他甜那非常聪明 也非常幸运 希望能帮助到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